好同学们大家好啊那么呃很高兴今天又见到大家啊然后呢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这个杜姆赞的内容啊我们之前已经有两节课都没有学习杜姆赞了那啊今天我们就学两手杜姆赞然后下一节课我们也学两手杜姆赞这样我们把这个进度给改一下啊 好然后呢呃尤其需要今天需要讲一下的呢就是昨天有一个同学呢他跟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啊忘了是哪个同学但是非常感恩这感谢这位同学啊的这个指导啊指点啊因为确实我有疏忽啊就是昨天我们说到了这个有所失叫耸有所有所得叫穷我丢了免也拉耸我找到了啊是拿捏耸 因为这个地方这三个都是拿撒所以呢我就想当然的把它当成了你但实际上这个呢是哪儿啊所以我们把这个标调给改成二调啊改成二调那么就是这个 捏啊捏是找到啊我们知道找东西叫做啊 啊啊啊啊啊啊大家跟我读一下好吗 啊啊大家开一下声音好吗 同学们开一下声音然后找到一样东西呢叫做捏 捏 捏 那么这个捏呢啊它是一个啊配位格的动词啊配位格的动词所以呢这个地方要加一个日所以它不是年也捏耸而是拿捏耸啊就是昨天我们课上呢有一个稍微出错了那么我是通过查了一个字典啊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这个赞汉词词呢他一般动词啊没有去提他动词应该配什么样的格位啊配哪些格啊哪些动词配位格都没有讲啊那么我们一般就是说用一本书就是这一本书啊这一本书这本书之前群里面有一位下大的那个教授啊群奴同学他推荐过这本书这个书呢是英国的 牛津大学建桥大学还有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以及这个美国的这个常青藤学校啊美国的这个底级的名校学习藏语的一本教材 他是这个Nicolas Tornadre以及这个三大德界两个人合著的这本书叫做Pegy Jigelote Manual of Standard Tibetan 那么这一本书呢他是用这个西方人的这个视角来理解这个藏文的所以呢他当中呢对这个藏文动词的这个配格啊配价讲的特别的这个详细 那么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下这本书啊怎么去查这样的一本书 比如说首先我们把这个书啊这个书当然我不建议我们同学们去读这个书啊如果是好书我会建议大家读 比如说廖本胜老师台湾廖本胜老师的《使用西藏语文法》啊这本书是我强烈推荐大家要去读一下啊 虽然这本书很厚上下册加起来有将近八百多页但是实际上他讲的非常慢 所以你看起来其实是可以看他不是那种非常浓缩的书 他是那种非常啊非常不厌其烦的那种讲解 所以他非常适合自学你虽然那么厚的一本书但实际上你看完呢 并不会比你想象的花的那么长的时间 所以那本书我非常建议大家能够把它打印下来啊 看一下 那么这本书就是我觉得他有一些繁琐啊 虽然他是英美这个顶级大学的书 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编排略微有一些繁琐 那我们看一下他最后有一但这个书作为一个字典来查 好像还比较合适啊 他最后呢有一个这个这个生词表 那么我们在生词表里面呢去找啊根据基字去找他啊 我们找到了这个念对吧 在这里啊其实之前我没有教过大家怎么去查纸质的字典 那么这个指示的字典他是你不能按照像英语一样 比如说英语你查一个book 你是从b-o-o-k这样一个个字查下来的 那么藏语不是这么查的 比如说这个找到这个bernier的啊 bernier的你要查不是从第一个字开始查 而是要去查他的基字啊在基字里面查 那么基字里面我们查到了这个bernier的 它是一个悲愿动词啊 它的意思是to find的 然后面有一个28.2 那么你找到这个28.2以后呢 啊你可以去找啊 你去找到第28课啊第28课啊 这个28.2就是28 那你现在翻到28课 然后28课的这个词汇表当中呢 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念这个字啊 在这个地方对吧 在这里有这个啊 念这个字 念 那么这个地方他告诉你呢 是da 这个da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这里如果看到一个a 他就是absolutive啊 absolutive absolutive就是绝对格 什么叫绝对格呢 绝对格就是说 你一个东西后面 什么都没有啊 什么都没有加 比如说啊 啊比如说啊 哪啦啊 牛姑纪约 哪啦牛姑约 我有一支笔 那么哪啦这是一个位格 对吧 那这个牛姑就是绝对格 也就是零格 就是它后面什么都不加 这个叫absolutive 它用一个a来代替 啊 那么如果是有一个e呢 e就是这个erogative 啊 erogative 啊 erogative erogative它就是简称e 这个e这个e就是汉语呢 叫做格啊 啊 或者叫师事格 也就是后面加一个什么 kyis 或者gyis 或者gis 或者直接加一个s 这就是一个e erogative做格 那如果是看到了d呢 d就是这个d它就是dative dative呢就是这个啊 其实是语格 语格或者是位格 那么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它把这个啊 每一个这个动词 它要配哪些格位呢 都给你标的清清楚楚了 那么这个在我们汉文的字典里 一般都不会讲这些东西啊 就是西方的这个藏文学家 他们研究藏文的一个特色 就是他们特别讲究动词配格的这个整理 那么这是我需要给大家提示一下 我们怎么样去知道一个动词配什么格 那么上次我们说过了 一些表示住观感受的词 它要配位格对吧 比如说喜欢叫做格波 害怕叫做血吧对吧 我害怕的东西或者喜欢的东西都要加喇 比如我喜欢你怎么说 同学来回答一下好吗 我喜欢你怎么讲 不对啊 错了 还有别的同学吗 我喜欢你怎么说 对了啊 一定要记住啊 不是让格波约 不是拿天然格波约 而是拿天然 啦格波约 记住了吗 就是喜欢的那个对象 是位格 就是喜欢格波这个词 它是配位格的 啊 好吧 那我们第二个 这个金刚野猴 第一位同学 回答的是错误的 第二位同学回答 金刚野猴 同学呢 回答的答案是正确 啊 大家注意一下 那么回到二十一度母赞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是学习二十一度母赞的第五首 啊第五首 请大家来跟我念一下啊 这一度母赞的 其他人是学习二十一度母赞的 那是学习二十一度母赞的 这一度母赞的 有一个人的学习三度母赞的 那是学习三度母赞的 这一度母赞的 看到的是凡文 这不有 怎么会是凡文 现在看到了 现在看到了 现在有 延迟了 不好意思 好我们继续 这个是定理 Dudara 这是没有含义的 一个句词 为什么没有含义呢 因为它是来自于 顿母的咒语 对吧 那么它当中 取了这个Dudare Dudare 那么Dudare 它又变成了 这个Dudara 那这个Dudara 在泛文是什么意思呢 很遗憾地告诉大家 没有意思 这是一个咒语 这个咒语本身 它就不是为了理解它的意思的 它本身就是一个什么 神秘的一个音节的组合 它是一个有神秘感的 它不可以去给它一个解释的 所以这个Dudara 你就直接记它是Dudara 它就是一个声音 是一串神秘的声音 不管在泛语还是藏语中 都是不能解释的 没有办法解释它的含义 一个是文字 文字的词 那么我们要注意了 就是 这个它是有秘译的 所以这个Dudara 是不可以解释含义的 文字 那么我们继续看 生变欲色虚空界 接是这个欲界 欲界 就是说呢 在这个佛教的世界观当中 把这个世界分成七个层次 七个层次 那么七个层次当中 可以大概就是 分成三个大类 就是呢 欲界 色界 还有呢 无色界 无色界 那么这个 就是说 欲界色界 无色界 得意是欲界 得意是欲界 欲界是色界 南卡是无色界 康是充满 充满 麻是这个母 麻是母 这个糖我们说了 是和的意思 这个已经不用再讲 想过太多词了 那欲界色界 无色界呢 欲界 欲界可以继续的 加以分析 欲界呢 它分成 地域 地域 地域是最低层 然后呢 恶鬼 恶鬼 然后呢 第三层是这个 磅生 磅生也就是 所有的动物 畜生 然后呢 以及是人 第五个呢 是欲界天 欲界天 那么欲界天 往上呢 就是天的 属次 跟我们就不在一个世界了 那么就是佛教当中呢 根据人的这个福报的多少 这个 途生 死后呢 途生到不同的这个地方 享受不同的这个痛苦或者快乐 那么欲界呢 分成五个 然后再加色界 五色界呢 一共是七个 那么再来读一下 嘴堂 秋堂 嘴堂 秋堂 然后我们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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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 自天顿 后来读一下 夏季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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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田顿 某 吉田顿 夏季念的 夏季念的 吉田顿 某 夏季念的 这五个后加字会导致什么原因的变化 我们看一下 几点就是世界的意思 世界或者世间的意思 那么几点为什么世间呢 它是有原因的 有原因的 首先这个疾 这个疾 这个疾是催破的意思 催破或者说是毁坏 毁坏这个意思 催破或者毁坏 然后呢 丹是这个医治 我们昨天也学过这个丹字 那么什么叫做毁坏的医治呢 这是一个哲学的概念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世界 它是随时都可能破碎破灭的 就是任何一个时刻呢 我们都可能会迎来世界末日 在任何一个时间点呢 这个世界末日 宇宙的末日都有可能到来 那么就算这个末日不到来呢 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 也都是变动不拘的 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哪一天会死 或者出现什么意外 它是非常无常的 所以这个世界呢 它具有这种无常的性质 它是非常容易摧毁的 就像一个杀作的城堡一样 像一个这个气泡影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这种非常虚幻不实 非常脆弱的这样一个世界 所以叫做极 极就是代表它是容易破坏 容易摧毁的 那么电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 尽管是如此的脆弱 如此的可能受到破坏 那是呢 一切的众生 仍然以这个世界为一 依托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就像我们这个地球 随时都有可能会破灭 但是我们所有的人 几十七十亿的人 仍然依止在这个地球上 每天日复一日的生活 这个就叫做极点 使它既是一个容易破坏的东西 又是一个 我们在需要依止它的东西 这就是世界 世界的一个特性 世界的本质 所以这个词 我觉得是一个很美的词 在藏语里面 藏语当中很多的词 都让我们觉得 是很有意味的一些词语 几点就是破坏和医治 就是它的合起来历史呢 是世界 世界 几点 顶波 顶波那是七 对吧 七 那我们刚才说了 那么 它分成五个 地狱恶鬼 畜生人 以及欲界天 加上色界天 无色界天 这七个加起来呢 叫做 七世间 那么呢 我们之前说过了 是足 足的禁语 脚和足的这个禁语 足 几点顶波 这个底呢 是这个 作格 对吧 但作格不一定是表示 七世间 也就是欲界的意思 是吧 不是 七世间 是欲界 色界 无色界 加起来 欲界分成五个 对不对呀 它七世间 对吧 七世间呢 然后是这个 首先是地狱 恶鬼 畜生 人 以及这个欲界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 然后前面五个呢 把它合称为 欲界 是这样的 七世间是欲界 色界 无色界 然后呢 是足 那么这个 是三界 对 你可以理解为三界 这样理解是对的 这个 是作格 但是我们之前说过 作格有很多种含义 一种呢 是这个 表示积物动词的主语 那么作格也可以用来表示工具 表示工具 就是用什么什么 这也是我们讲过的 作格可以是用什么什么 也就是英语的 with with 范文的第三格 范文的第三格 就是用他的脚呢 用他的脚 来用他的这个尊足 因为他是禁语 就用尊足来翻译吧 用这个杜姆的尊足呢 来年 年就是这个鸭腐 鸭腐的意思 鸭腐的意思 得是一个虚词 承接下文 承接 承接下文 你可以把它翻译成 而且 可以翻译成而且 这都是文言文的用法 藏语文言文的用法 铝巴 是 圣语 铝巴是圣语 没巴 是没有 没有 然后这里有一个日 没巴 这个没巴呢 也是承接 表示承接的 承接下文的 没巴 然后呢 古巴 古巴呢 是这个 就是勾招的意思 或者说是招引 勾招或者招引 这个日呢 也是承接 承下 承下作用 女 是能够 能够 马呢 是母 我们来读一下 打评一下 是 鎘巴美巴 谷巴女马 鹅巴美巴 鎘巴美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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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鲘巴美巴 我们昨天说过 凡是以这个 O开头的这种字 很多都是 动词的现在式原型 我们今天看到了两个 都是以O开头的 那么O开头单词呢 字呢经常是 经常是 这个动词的现在式 也就是动词的原型 你看对也是原型 对本来的意思是想要 对吧 它引申为欲界 这个意思 即是一个催破的意思 它都是动词的原型 那么 是这个勾照 它们都是属于原型 那么现在我们来唱一遍 啊 刚才有个同学把 就叫女把了 又叫女把没把 女把没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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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把 再来一条 大姐不大拉欧姨一家 大姐不大拉欧姨一家 对它record暗胎马 对它 managers 一点停某小几拇 一点停某小几拇 他的意思就是说 顶礼这个 这个 我顶礼这个 我用白话文翻一遍 因为这索达西刊不是用文艳文翻的 顶礼这个 的这个文字 那么这个文字呢 他充满了 这个充满了这个 这个文字呢 他充满了这个 欲界色及虚空界 这样的一位度母 这样的一位度母呢 他以这个 这个文字呢 使这个文字充满了 三界 充满了三界 那么他的这位度母呢 他用他的这个尊足 来压伏 七个世界 而且呢 能把七个世界当中 所有的众生呢 都能没有剩余的 古巴 都能没有剩余的勾招 招引起来 这样的意思 第六首 这边可能有一个拼音有点问题 这不是 因为这个就是 是着衣 对吧 着衣 本来是送气 但是呢 在第二音节 在这个后字 在后字的时候呢 他变成不送气 所以呢 他是读 夹紧 这里也可以感觉 这个不要读成 就读成美拉 因为第二音节 他从这个哈 变回拉 第二音节的送气 可以去掉 你就读美拉 就可以 不一定要读美拉 美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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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这首 其实要真的解释起来呢 是很复杂的 我只能非常简单的讲一讲 并非论论 设计到很多 这个印度 印度神系的知识啊 亚秦呢 是这个帝氏 帝氏的意思 什么叫帝氏呢 也就是这个阴的 阴陀罗 阴陀罗就对应我们汉文 阴陀罗他传入我们汉地以后呢 就是这个 太上 就是 叫那个就是 天庭的那个主管 就是什么 就是 天界的这个主管吧 对对对 玉皇大帝 我一下脑子卡住 玉皇大帝 对 紧就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 然后呢 梅是火 拉是这个神 美拉就是火神 苍巴呢 是这个 就是梵天 梵天 这些都是印度的一些神领 那么呢 隆拉 隆是这个风 对吧 比如说 这个 风马骑 叫做隆达 对吧 达是马 隆是风 达也是神 隆拉就是风神 然后 那错 是 那错呢 是各种 各种各样的 或者你可以翻译神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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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的 and so on Wangchu Wangchu呢 就是这个 Wangchu就是这个 自在天 自在天 自在天是什么呢 就是师婆神 师婆神 西娃 那这些神 到底都是什么人 这是我们今天 没办法一个个讲 要不然我们就不是 藏语课了 变成这个 印度神话课了 因为 西娃 他有一个 另外一个教法 叫做伊索拉 伊索拉 那么伊索拉 就会翻译成 Wangchu 因为伊索拉 就是统治的意思 Wangchu就是自在天 却呢 是这个供奉 供奉 马是这个母 我们翻译一下 就是这个 顶礼呢 这个 顶礼 这个 英陀罗天 玉皇大 以及火神 以及梵天 风神 等等 以及这个 Wangchu 以及这个 师婆神 他们共同 共奉的 这样一位度母 这是第六位度母 他是由 各种各样 印度教的 这个神灵 共同的 共奉的 因为佛教 是认为 这个印度教的 主神 都是佛教的 护法 因为佛教是认为 自己的印度教 要高的 那所以印度教的 主神呢 在佛教这里 都会变成 他的这个 信奉者 或者是这个 护法 我们来读一下 �탶ce zuk Tapi 满奶 糖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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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鸩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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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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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 雍 轩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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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面两个。 那么, 迦波罗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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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逐渐低, 迦波罗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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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波罗浪是通了, 迦波罗浪是 Hawaii, 比如说我早上七点钟起来 我早上七点钟起来 狼就是起来 起床的意思 那么尸体起床 就是说这个尸体复活 起尸也是一种鬼 起尸鬼 起善 起是这个香味的意思 对吧 起是香味 你看我们这个起对吧 起为什么读起呢 所以我们算一下吧 这个起 首先呢 它是 鸡字是着几啊 着一 对着一 所以它是送气对吧 然后呢 下加了一个儿 下加了儿就是读知或者吃对吧 然后它是着一 着一送气呢 所以读吃对吧 吃 然后吃呢 原因是一 原因是一 然后呢 它是位于前字对吧 前字呢 要么读一 要么读一 要么读三调 那么听音读高调 着音读低调 鸡字是着音 所以它读三调 对吧 起三 第二个字呢 是没有后加字 没有后加字呢 就读一个高醋调 起三 其是香味的意思 撒我们之前也学过 是吃的意思 它这种鬼呢 它是以吃这个香味为生的 它要找到这个有香味的地方呢 然后它去吃这个味道 它不用吃这个一般的食物 皮撒 皮撒就是寻香鬼 浪呢 是这个 复数 表示复数 等等 它是和 然后呢 内经 内经呢 这是这个夜叉 夜叉鬼 一种小鬼 错 是这个 这个聚集 聚集 这个夜叉鬼的这个聚集 啊 呃 吉 是坐格 对吧 坐格 啊 丢是前面 啊 前面的意思 然后呢 是由 就是在前面 啊 丢呢 就是在前面 啊 对呢 是这个赞颂 赞颂 啊 赞颂的这个母 啊 就是说呢 前面它说的是各种印度教的 神灵 啊 都能够供养 这一位肚母 后面它说的是各种的鬼 啊 痴魅 启尸鬼 寻香鬼 等等 以及这个夜叉鬼的这个聚集 他们呢 都由前面的呢 去赞颂 这一位肚母 啊 也跟我读一下 窦波若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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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沙难道 窦波若浪 窦若浪 起沙难道 起沙难道 窦波若浪 起沙难道 窦波若浪 窦若浪 起沙难道 堆内对吗 窦若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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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去堆内对吗 窦若浪 窦若浪 守级 赙usalem 对吧 再唱一句 下车驾尽美拉长巴 下车驾尽美拉长巴 伦拉那错往修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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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波若兰西萨南党 伦波若兰西萨南党 伦拉那错往修缺吗 伦波若兰西萨南党 那么今天我们就学了这几首诗 那么今天我们回去以后 我们把这个诗都两首诗 都给他抄写一遍 都给他抄写一遍 然后呢每首诗 你把它读十遍 然后把它背下来 如果你读完十遍 还是背不下来 你就再多读几遍 一直读到你能背下来为止 那么关于这个抄写 这个抄写我们怎么抄呢 怎么抄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之前 有一位同学的这个作业 我觉得想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做一个示范 我忘记了这位同学是叫什么名字 但是我觉得这位同学的这个作业 是写得最好的 我们所有的同学里面 他写的是最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位同学的作业 这位同学 我觉得他写得特别好 他是 就这一位 大家能看到吗 在屏幕上 看不见 看不到吗 这样可以吗 能看到 这样可以吗 全屏 全屏是吧 好的 我给大家看见 这位同学 我觉得是我们 这么多同学里面 我最想觉得这位同学 他的作业写得是最漂亮的 你看 他首先这个文字 也是写得特别美 对吧 写得特别 这个文字写得特别优雅 他的这个书法 然后他写在这个格子纸上 当然我不一定要求大家都要写在格子纸上 你也可以写在白纸或者横线纸上 只要你能够写得漂亮就可以了 那么你看这位同学 他不仅仅把藏文写了 然后呢 把他的转写也写了 把他的这个拼音也写了 还有翻译也写了 甚至他把每一个字的汉语意思都写了 你看 恰恰是礼尽 铁行谢呗 是这个如来 诸豆是顶纪 然后啊 但是这边他写的稍微有点问题啊 但我这不能太强 就应该如来是到这里为止 对吧 铁行谢吧 然后这个是德 然后呢 他业 你看 他是边际 也是超过 他业是无边 然后 南巴给瓦是尊圣 绝是行为 马是母 你看他一个个字 都写得特别这个清楚啊 然后呢 马律 你看他 马律是无语 马是无律是语 马律是无语 帕瓦是波罗蜜多 然后托巴是得道 阿弗洋是德 也王是佛圣者 阿弗洋是德 谁是子 敌是作格 信度 丁 信度丁是医子 马是母 这个人是 不是用爱怕写的 是用手写的 你用爱怕写 手写都可以 我不会 这个不会要求 但是我觉得 这位同学的这个作业 我觉得是 特别值得表彰 大家应该跟他学习 那么这个转写和拼音 如果你觉得已经很熟了 对你来说 这些是很简单的东西 你就不用再抄了 如果你觉得 还是有点难的 对你来说 还是掌握的不太熟的 那你就抄一下 那么这个 这个每一个字的这个示意 我是希望大家要加上 因为这个对大家积累词汇量 是很有帮助的 如果你只抄藏文和这个汉语 然后你只是一句话一句话的对应 你不知道每一个词 对应的什么意思 你就不能把汉语和你的母语 藏语和你的母语 汉语就先建立那种 一对一的那种词语的那种对应 你只有建立了这种一对一的这种对应 你知道每个藏语词是什么意思 你之后学习藏语才会越来越快 越来越来越好 而不是这样一整句的 就是胡仑吞枣的 这样往下抄 就不如 这个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的意思 写在旁边 这么这个就是让人觉得啊 这样的同学肯定进步会很快的 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按照这个格式来写每一周的这个抄书的作业啊 其实是不多的 一共就一周就是抄两首诗啊 对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啊 今天的这个语法啊 怎么还有人问老师转写的作用是什么 你讲过恩赐了 好吧 你再去看看之前的录像吧 如果你不想转写 那就也无所谓吧 请我们看一下这个看病啊 怎么样用藏语来看病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老千秋戏吧 老千秋戏吧 啊 面巴淀吧 面巴淀吧 啊 面巴淀吧 然后这个面巴我们之前说过的这个门姿康 叫面记康 就面是医药 即是计算 啊 面子康 藏医院的这个名字啊 然后呢 这个啊 呃这个这个 这个电呢 BSTEN 这个是医治啊 医治这个医生 那刚才我们说几点的那个电呢 是RTEN 这两个词是有这个派生关系的啊 然后呢 这个B 被挪到前面来啊 我们再来读一遍 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大夫您好 这个安器 安器就是医生的意思 那么安器呢 它不是一个藏语本土词啊 它这个安器呢 这个安器 它不能够分析 我不能够说 安是什么意思 医是什么意思 那么这个东西 我也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啊 那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些学术上的结论 就安器这个词 它是来自于回虎语啊 是来自于这个回虎语 来自于回虎语的一个介词 安器 回虎语的这个后代 就是唯物而语 新疆的是维吾尔族说的语言 我们再来一遍 安器 拉扎西德勒 安器 拉扎西德勒 安器 你把它当成一个字来记 不要去问安是什么意思 其实是什么 分不开的啊 然后呢 我发烧了 拿枪巴扎西德勒 拿枪巴扎西德勒 想巴扎西德勒 是感冒 啊 枪巴扎西德勒 然后呢 这个挖西德勒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有点发烧 这个叉哇是这个热度 对吧 是这个增加 增加的意思 我们来说一下 体温是38度 体温叫做 吕坠 吕坠 我昨天说了 吕坡是身体 坠是这个温度 暖制 比如说这个温度 叫做吕坠 吕坠 是这个温度 那么这个吕本身 它的另外一个派生词 我们也说了 是这个 对吧 吕 是这个温度 有一个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想是一个限制结果 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 那么这个枣枝的结果是什么 回答我一下好吗 知道吗 枣枝的结果是什么 与织对吧 与织是枣枝的结果 那么限制的过程 是有耸 向外的耸 向内的穷 那么枣枝的过程是 我们来回再说一遍 屡织对松丘色别人下 屡织对松丘色别人下 大家一定要把我昨天讲的表格抄一遍 加在你的书里面 然后你在学这个口语的时候 实时把这表格拿出来对一下 然后呢是 主要是头疼 Zo go na gi Zo go na gi 这个gi就是这个 进行的限制 对吧 gi是进行 进行的限制 也就是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替代 就是go na gi du 哪 gi du和na gi 是一样的 进行的限制 Zo go na gi Zo go na gi Tadong lo gi gi Tadong lo gi gi Logia是咳嗽的意思 Logia 我们来连起来读一下 Zo go na gi Tadong lo gi gi Zo go na gi Zo go na gi Tadong lo gi gi Zo go na gi Tadong lo gi gi Zo go na gi Tadong lo 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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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 这个z它写成z,但应该是读z的,我们把它改一下,这应该是写的不对,所以把它改成z,那是我,mean是要,kara是什么,se,se是是,那是如果,就是把这个kara写呢,就是作为一个短语了, 查是痊愈,查是痊愈,它也是这个,五卓音第一组,读宋气,然后z是知吃,然后呢,因为是宋气,所以我们选吃,吃,然后呢,查,那么前,第一字是一个卓音,后加字呢,是ge,所以呢,它读高变调,第五调,changkirei,我们来读一下啊, 这个changkirei,有人能告诉我它是什么情态吗,有没有人能知道,非字控是吗,非字控,对吧,太好了,我刚才还以为没有人能说出来,changkirei是非字控的,而且呢,它是一个体呢,它是以行将行还是进行啊, 是将行,对吧,changkirei是以后,现在你还没好的,对吧,你得吃完药才会好,所以你在说话的时候,你的病还没好,就是你说一个将来的事情,对吧, 那为什么是哪,主语是我,为什么后面不是查地银呢,为什么不是查地银呢,有人告诉我吗,为什么不是哪面开始写呢,查地银,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不能自控的情态啊,你说的太好了,这么多同学,只有你一个人能答出来啊,我希望别的同学也都能够答出来啊,因为这个病好不好,不是你能控制的,对吧,它是你这个,你想好它也好不了啊,它是自然而然的好的啊, 这身体,不是不受你的意志控制的,那么所以它不能说, 因为这是控制不了的,所以要用就是一个将,现在还没好,以后才会好,所以叫 大家跟我读一遍, 刚才灯笼说忘记了,我知道大家会忘记,所以我跟大家说,你们不能就是只靠背的,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对吧,你呢,就是把这个东西抄在这个纸上啊,抄在这个纸上啊,有哪些进行啊,以行将行啊,然后早知限知啊,结果过程啊,还有自控非自控,你抄在这个小纸头上,然后把它夹在你的课本里啊,然后你每遇到的,你都看一下这个标,然后你没没有几个礼拜,你就都记住了啊,一定要抄一遍啊, 好的,我们继继继续看一下啊,继续往下看啊,要多喝开水,秋是水,秋是烧开的水,秋是开水,盲是多,盲长多一点, 啊,啊,痛,喝,啊,我们之前说过了,重是喝,通是看,对吧,通是看,痛是喝,啊,痛也可以读通,那么,通,这个是喝,然后呢,看呢,是通,对吧,通,啊,这个是看,就是喝,这两个字不一样的啊,啊, 啊,然后呢,辣椒少吃,啊,西边牛掌索,西边牛掌索,注意看到啊,这个索是一个零韵尾,对吧,没有福音韵尾, 就是说,他在古葬语当中,没有福音韵尾,那么没有福音韵尾的这个字呢,没有福音韵尾的字呢, 他包括了,啊,没有后加字的情况,以及后加字是R的情况,对吧,那么当他位于句尾的,词尾的时候呢, 没有福音韵尾的词呢,是读,呃,呃,不是,读醋调,对吧,没有,凡是没有福音韵尾的词,都读醋调,啊,那么醋调,在句尾的位置,在句尾会变成什么,变成什么,变调,对吧,在句尾会变成变调,比如说,呃,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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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下面这个拼音是对的 表了一个W W就是第五调 我们继续读一下 我们继续往下看 打两针就好了 打两针 那的话 插是痊愈 插是什么情态 非自控 是现在过去将来 因为这个病号 不能控制的 我感到恶心 我感到恶心 那么这个恶心 本来这个藏文当中写的是 但揪妹呢 它可以连读成 这个歌会笔画 插是我 揪妹是恶心 反胃 揪我们刚才说了 对吧 若揽 是起失 这也是这个 揪就是起来 就是起了这个反胃恶心 揪本身是起的意思 揪妹朗矣 揪妹朗矣 那这个朗矣的这个矣呢 它是一个进行的限制 对吧 揪妹朗矣 揪妹朗矣可以替换成朗矣度 对吧 可以替换成朗矣度 可以替换成朗矣度 朗矣度 我们来读一下 揪妹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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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您这是高山反应 高原反应 高反了 啊 这是他称的判断动词 是 揪妹朗矣 说是这个病 是了 那么病是第三人称 所以用 揪妹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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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里他正式的说 但这个Natsa是被省掉了 你的病是高山反应 但这个病可以省掉 就是说你的是高山反应 这个意思 然后呢 要好好休息两天 你们尼藏 你们尼藏 不用读 虽然有S 因为他是读轻声的 轻声的就可以不用变音了 你们尼藏 然后呢 是休息 就是好好休息 然后你们尼藏 休息两天呢 就可以好了 也就是等于 就是将行的 非自控 我们联系了 因为它这个机子是 对吧 这个G字呢 是左几啊 对吧 那么 只有在前上加字的情况 才会变高调 那如果没有前上加字呢 它是一个左音 左音就低调 所以是 刚才大家还是 这个卓三有哪些 还是记不清楚啊 卓三就是一共五个字 对吧 再加上一个什么呢 对吧 以及这个 这五个字 我们把它叫做卓音第三组 我把藏文也写一下啊 还有捏 以及这个耶 这五个字呢 叫做卓三 卓三的表现呢 就是说卓三 当它加了一个前上加字 就会从低调变高调 就是卓三的规律 卓三一共五个字 这五个字加了 这个 当它在前字的时候 或者它是单独变调的时候 如果它加了前上加字呢 就从低调变高调 好 在高原上得了病呢 一定要尽快找医生去看 那么这个是 那么这个是 沙托尔拿拿 或者你也可以读 沙托尔拿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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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托尔是这个高原 那么日这个是位格 或者你可以把日读成 也是对的 沙托尔拿拿拿 拿是病 拿 第二个拿是如果 注意这两个拿 意思不一样 第一个拿是生病 第二个拿是如果 沙托 沙托 沙托尔拿 沙托尔拿拿 沙托尔拿拿 其实应该这个加 罗马音 应该这边 沙托尔拿 就可以 沙托尔拿拿 再来跟我读一下 沙托尔拿拿 沙托尔拿拿 尼巴尔读 尼巴尔读 安西 安西 可以读安西 也可以读 安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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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你可以读安 安西 但是更多的时候 拉萨人会读 安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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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你把读安西 然后呢 尽可能的快 叫做 康九九 康九九 就是一个固定的搭配 就是说 康 加上 这个 两个 连加的这个形容词 就是尽可能的快 相当于英语理念的 as soon as possible as 加一个形容词 加上 as possible as soon as possible as good as possible 就是说 尽可能的好 叫康雅雅 啊 啊 党累累 也可以啊 就是尽可能 as 啊 就是康九九 就是 as soon as possible 尽可能的 as soon as possible 然后呢 啊 天国 天国 我们连起来一下 啊 satola satola n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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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ball tun satola gyokyo 天国 里 satola n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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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go ty tun lana n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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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ola nana 我们来看一下 再一遍 大夫我的头疼 奈佛的肚子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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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佛是一个现行 进行的这个现知 然后可以替换成 我的腰疼 这个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就这个字本来是卓音 后面后加字是歌 他应该是读五调的 但为什么他读四调呢 为什么五调会变四调呢 就是他明明写的是MIG 对吧 那么MIG呢 就是说在这个更早的 这个古藏文文 尤其是敦煌藏金洞出土的 发现的这一些 由这个斯坦尼 薄熙和发现的这些古藏文 写卷当中 这个MIG不是这么写 他会写成这样 跟MIG 他是这样写的 他是有一个前加字的 但这个前加字后来被丢掉了 所以呢 他是卓三 加前上 加前上 那么他就会变成高调 就会变成高调 所以呢 他不读MIG 而读MIG 那这个MIG呢 跟我们汉语的那个MU 这个字 是有同源关系的 汉语和藏语当中 有一些词语是同源的 比如说NAH 和我也是同源的 比如说那个 一些那个 就是 比如陕西人会说 那对吧 那怎么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 我眼睛疼 我眼睛疼 大夫的腿疼 大夫的腿疼 大夫就是腿 你吃点什么就会好的 这些都是藏药 珍珠七十 叫谁是一种藏药 那么 你吃一点珍珠七十 就会好 我们就叫珍珠七十 叫 这个 它也是 木地也不是 藏语的本土词 它是从 梵语 解来的 梵语里面叫做 木地 木地嘎 这个 这个藏语里面 珍珠叫做 木地嘎 它是来自于一个 瓷根 就是木戟 木戟就是 打开的意思 因为珍珠 是你把那个 磅盒打开以后 才会有珍珠 所以他用了 打开 打开以后 就是 珍珠 然后藏语呢 直接把这个木地 给它超过来了 就木地 所以你不要去问 木是什么意思 地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能开分 就是两个字 一定要连起来 理解的 那么 木地盾就 木地盾就 是种藏藏药 那么你吃一点 进去就会好的 天安给木地盾就 道藏千拉长吉日 天安给木地盾就 道藏千拉吉日 是这个 吃的境语 杂或者通的境语 那茶是痊愈 吉日是 这个 僵行的 非自控 天安给木地盾就 道藏千拉查吉日 天安给木地盾就 好 我们继续看 那 长觉也是一种 这个 藏药 长觉 你吃一点感冒药 就会好的 你吃一点 阿斯匹林 就会好的 好 我们继续 您这是什么 病 要好好治疗 首先呢 是这个 您这是肺炎 我们现在 对文风色变的 肺炎 天安给木地盾就 了 去 好 我们看一下 您就是肺炎 和 天安给木地盾就 路状 吉内 天安给木地盾就 路状 吉内 连 倔 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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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结合 我们再说一遍 这一结合 路状 吉内 治疗叫 明 雅 明 雅 然后 您这是 利吉 利吉 叫做 蝎 内 蝎 内 你看 蝎 内 对吧 这个虾 是轻音 所以 前上加字 忽略 然后 蝎 内 对吧 蝎 内 这个 和 都是导致原因变化的 所以是蝎 内 天安给拿出链 蝎 内 人 天安给拿出链 蝎 内 人 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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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 面 鞋 面 鞋 鞋 人 您就是长颜 长颜叫 九菜 九是长颜 八颜 既然给哪擦带 九菜人 面具 雅各切 干病 心内 您就是肝病 要好好治疗 天然给哪擦带 心内的 面具 雅各切 好 我们继续看 请请对话 大夫感到不舒服 这个度是一个判断动词 判断动词 而且呢 它是表示亲身的体会 亲身的体会 判断动词 存在动词 以及形态 判断动词 我们看一下 怎么了 今天好像信号真的不太好 昨天一下飞机就气喘 头疼 那么实际上 这个 是昨天 但是昨天呢 实际上它可能有另外一个形式 就是这个 就是有一个卡 就是阿弥陀佛 所以它这里读的是 Kesha Kesha 它是一个特殊变化 Kesha 南 Zhune Pah Mata Kesha 南 Zhune Pah Mata 这个Pah 昨天我们学了 但昨天我们学的是这个形式 是这个形式 是这个下语 这个 这个形式 那么这个形式呢 把这个 O去掉 再加一个 Pah Sat Sat 就变成过去式 这个是现在 是过去式 那么这个 Pah Mata 是 马上 Mata 是马上 Wu 是呼吸 Cangwa 是喘 Wu Cangwa 呼吸 喘 然后头痛 我说一下 Gonagi Gonagi Wu Cangwa Wu Cangwa Wu Cangwa 就是 喘气 气喘不过来 那么来读一下 Kesan Kesan Nam June Bah Mata Kesan Cangwa Tang Gonagi Kesan Mam Tang Gonagi Kesan Nam June Bah Mata Kesan Nam June Bah Mata Kesan Mata Kesan Wa Tang Gonagi 那么这个mata在翻译上汉语的时候会翻译成 依旧对吧 以下背脊就是气喘 依旧这个结构 Kesanamchunnebamata Kesanamchunnebamata Utsanwatanggoknagy Utsanwatanggoknagy 气喘头疼是高山反应 Utsanwatanggoknagy Utsanwatanggoknagy 注意刚才我们说的是 Kesanamchunnebamata Utsanwatanggoknagy 这是用动词的形式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医生要把这些词都转成名词 那么就用名画标记 苍亚坦国拿亚尼 对吧 啦度破碑 就是这个就把这个东西 从一个动词转成一个名词了 然后作为这个动词的主语 然后呢 啦度破碑 这是一个术语 然后是一个判断动词 那么这个 啦度是高山病 破碑是这个染病 击中 南区是情况 情况的意思 这也是事 大概他称的是 我们看一下 这个高山反应的情况 啦度破碑 南区 其实这个结构就是A是B的结构 A就是乌仓亚坦国拿亚尼 这是A 然后 那度破碑 南区 这是B 然后加个人 A是B的意思 我们连起来读一下 乌仓亚坦国拿亚尼 乌仓亚坦国拿亚尼 那度破碑 南区 这个金刚野猴 你好像连续两次都读成 破碑 这不是破碑 就是破碑 破碑 破碑 我们继续往下读 还有呢 我不想吃饭 塔东卡拉撒得吉米度 塔东卡拉撒得吉米度 那我们看到呢 卡拉是食物 撒是吃 我们刚才学了 对吧 是寻香 那么这个 我们刚才也学了 那么这个德 它那个地方是欲界 这里实际上它的意思就是 想要 想要做什么 欲望 欲求的意思 对吉米度 那么这里其实算是两个动词 卡拉撒是一个动词 德是一个动词 但是当中 不需要有任何的连接成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德是一个情态动词 有点像英语里的want 你看want I want to do 就是你可以连续两个动词的 I 那么就是说 这个 I shall I shall come 这个shall come 它是可以连下去的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个就是 像 卡拉撒吃东西 对吉米度 就是 想要 不想要做什么 米度是 一个 亲身的体会 对吧 参加加速的实力是有的 坦波马通确 先把 小吉米度 亲身的体验 还有不想吃饭 大家跟我读一下 塔东卡拉撒对吉米度 塔东卡拉撒对吉米度 这个读实上不是那个亲身体会 而是这个进行的限制 塔拉撒对吉度 然后否定的形式是 对吉米度 进行的限制 塔拉撒 我们继续看 我来帮你量一量 心脏 血压 那么这个时候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 检查 检查也是一个 三音节动词 叫做 搭戒戒 搭戒戒 注意呢 搭戒是检查 这是一个名词的检查 然后戒是一个 虚动词 轻动词 做 杠 搞 整 这个意思 做一个检查 那么确是可以 可以 可以的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检查 再来说一遍 搭戒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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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戒是一个 集物动词 所以主语 以做个形式呈现 然后呢 天然底是你的 属格 然后呢 任党 任是心脏 党是血液 任啊 党是核 然后血压 我们血压怎么读 叫做 插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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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联系来一下 哦 你也贵人 你也贵人 你 任党 插卸 搭戒 插卸 搭戒 搭戒 插卸 搭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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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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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卸 插卸 搭戒 插卸 你也贵人 插卸 插卸 搭戒 插卸 你也贵人 你也贵人 你贵人 插卸 插卸 拖戒 戒 拖戒 拖戒 心脏没有什么问题 您拉 冠敏度 您拉 冠敏度 冠是毛病 心脏没有问题 您拉 冠敏度 您拉 冠敏度 血压 有点高 插卸 多长 拖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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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长 多长 拖戒 插卸 插卸 是这个血压 插卸 多长一点 拖是高 插卸 这个 是一个限制的结果 是他刚刚量出来的结果 所以是限制的 那么他 强调的呢 不是这个 血压 升高的过程 是血压 很高的 这个结果 所以是结果态 限制的结果 那么这个 这个地方 有一个 我们需要 大家需要 记忆的一个 句型 就是拖戒 当然 你这不能连读 不能多成拖战 是拖戒 那么 就是说 凡是 形容词 加上一个 戒 加上一个戒 就是表示呢 太怎么怎么样 兔 像英语的 兔 怎么怎么样 太高了 就拖插下 那么如果是太大了 就千插下 什么形容词 加上一个插 就是太怎么怎么样 我们再来读一遍 心脏没有什么问题 血压有点高 因了 冤灵度 插卸 我们继续啊 大夫 没事吧 这个没事 这个地方 这个句型 没有学过 我们只学过 这个 是一个早知的结果 那么呢 这个地方 是表示一种怀疑 希望不要这样 这样的一种意思 那这是比较少见的 应该不会吧 这样的一种感觉 不是吧 不会吧 这样的感觉 像那个鲁玉一样 我们看一下 大夫没事吧 没事 这是南大尤玛瑞 南大尤玛瑞 这个尤玛瑞呢 我们看表啊 在这个表上呢 尤玛瑞是尤玛 它是一个早知的结果 早知的结果态 它早就知道没有事了 而且是强调一个结果 这是高原反应造成的 天尼拉杜吉吉巴热 天尼拉杜吉吉巴热 南大尤玛瑞 天尼拉杜吉吉巴热 南大尤玛瑞 天尼拉杜吉吉巴热 我们看到 拉杜吉是以作格出现的 因为贤是吉物动词 吉物动词的主语 用作格 那么怎么办好呢 我那抗这 钱尼拉杜 我那抗这 我那抗这 钱尼拉杜 那么 我那是那么 看这是怎么样 钱尼拉杜 那是如果 嘎是好 钱尼拉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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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又出现了 这个 没有福音韵味 古藏语没有福音韵味 本来应该读 醋调的词 因为 意味于句尾 变成了 变调 从 从这个 醋调 变成了变调 本来是 但它为于句尾 就变成了 变成第五调了 我那抗这 我那抗这 钱尼拉杜 我那抗这 钱尼拉杜 我那抗这 钱尼拉杜 钱尼拉杜 给您开心 要好好休息两天 人呢 能让我想 famil Sep 你也 肉 呢 春 这是 这是给的意思 如此 它的 镜 是 呐 如果说我给你说 你给我呢是 也就是说呢 这个字呢 它是加 做格 再加一个 再加一个灵格 再加一个 位格 也就是说 这首先它是一个给 那么给这样一个动作 它就会涉及三个实体 也就是给的人 给的对象 以及给的东西 大家听得懂吗 就是你给一个东西 给这个动作 它会涉及三个物体 我给你一支笔 那么我 你 笔 是三样东西 对吧 那么给东西的这个人 以作格出现 那么给东西的那个对象 以位格出现 被给的这样东西呢 是灵格 这是一个语法 比如说英语里也是一样的 I give you a pen 那也就是 我 你 笔 都是给它有涉及三个物体 所以是这 它是 加作格 加灵格 加卫格 这样的一个形式 我们再来说一遍 你也听了 面倒在这一处 你也听了 面倒在这一处 面倒在这一处 那么 好好休息两天 你们尼人也说 呀国家 你们尼人也说呀国家 那我们看呢 这个 这个动词 它就不接任何的 这个主语了 那你可以加一个 也可以的 但这里可以不用加 因为已经可以省略的 那么你们尼 是两天 是在你们尼 这个时间段当中 你们尼这么长的 时间段当中呢 是休息 尼人也说呀国家 好好地休息 家啊 这个啊 是一个 句伪的语气词 没有含义的 注意它的写法 它是 上面写一个啊 然后下面加一个 小的这个字 这个字表示 把它的原意延长 把它的原意延长 我们再来读一遍啊 你们尼人也说呀国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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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词汇啊 第十四 周伯西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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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 对吧 但不要爆破啊 周伯西巴 周伯西巴 洋多伯凯 沙肠 Enjoy 期划 皮文 驴 unfinished 乜 unfinished 主要 桌 桌 头疼 啊 头疼 国拿 国拿 也受 楼 楼 比如说这个药师佛 药师佛怎么说啊 药师佛就是这个 有点像我们刚才说 火神叫美拉 风神叫隆拉 那么药师佛也是这个 然后我们看一下 辣椒西边 西边 好茶 起了恶心 高原的症状 高原的症状 不是高原现象 高原症状 沙腿南区 休息 然后呢高原 沙脱 并哪擦 尽快扛 肚子 是厕阔 厕阔 厕是处部 阔是枪 空的这个枪 厕阔 厕阔 然后这个厕阔也是我们之前说过的 对吧 厕阔 它是这个厕 厕阔 那么第一个字就是说 它是浙音 浙音 然后呢 浙音第一组 厕阴第一组 那么 送气 下加了一个 所以是知或者吃 那么下加了就是吃或者吃 因为是送气 厕阴第一组送气 所以读吃 吃以后呢 先把吃算出来 然后吃呢 原因是 哦 那么后加字 得导致它变成 呃 然后浙音是读第三调 这个词对吧 然后第二个字呢 是 颗 哦 这几个都直接抄就可以了 然后呢 厕阔 然后后加字是一个歌 这个歌呢 是导致它不降 所以是厕阔 这歌也可以写出来 厕阔 或者厕阔 其实是一样的 厕阔 厕阔 肚子 厕阔 比如说 我们去吃饭 然后对方问说 你吃饱了吗 那叫 我们就说 我肚子吃饱了 跟我说一下 这个是 一个限制的过程 因为是刚刚才吃饱的 那如果是 我很早以前呢 就吃饱了 很早以前就吃饱了 我们继续看一下 那么 腰贴巴 眼睛 腿 腿 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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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炎 我们现在的心型冠状肺炎 就叫这个 罗切萨巴 罗切萨巴 罗切萨巴就是心型冠状肺炎 那么这个 被结合叫做罗冲 罗冲 冲是烙病的意思 然后是立即 血内 血是腹泻 内是疾病 这个内也是来自于 这个哪擦的这个哪 后面加了一个的 然后呢 小肠 长眼 狗切 狗是脚长 切是发炎 肝炎是亲切 心是肝脏 切是发炎 爹波 舒服 下来 下来 可以是下雨下 或者是下飞机的下 那么它的现在识是 巴 那会计识是 爬 但是实际上现在在口语当中 这个时代的分别已经被淡化了 都是可以都读成吧 或者爬 不会有什么差别 然后飞机叫做 南珠 南是天空 我们之前说了 天空就叫南卡 然后呢 这个 跌场却呢 南卡卡马 对吧 升变 预色 虚空界 然后 珠是这个船 本来它是赌厨 但它在第二音节变成珠 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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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珠就是天空当中的船 就是飞机 然后呢 气船 就是 雾 仓 雾 雾 雾 所以这个 我当中划了一道线 要分开读 雾是呼吸 仓是船 或者堵塞 拥击 这个意思 雾 仓是气船 这个雾 我们也需要讲一下 雾 这个雾 就是我们上次说了 我们比如说 今天说了一个 汪朱 对吧 汪朱 是这个自在天的意思 汪朱 那么这个汪朱 你看它转写是 D B A N G 对吧 那我们说了 凡是遇到D B 如果D B 后面接一个 A 这个D B 就读什么 哇 对吧 读哇 那么如果D B 后面不接 R 而接别的原因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 D B U G S 这个 The Books The Books 就是D B 后面呢 它不接R 而是接其他的原因 这个时候 你就把D B 去掉就可以了 你就把D B 省掉就对了 你就读 而且要读高调 所以是 悟唱 这本来读唱 但是这里变读 临时变读成唱 因为可能这个唱 本来后面还有一个诗的 后来这个诗被省掉了 所以 气传 大家跟我读一下 悟唱 悟唱 它的古音是 The Books 古藏语的发音是The Books 然后检查 检查也是一个古藏语的话 它读这个 Bledag 那么现在的话呢 它读 D A G 这个G 也是一样 对吧 纯音 纯音加上Y 会读G 或者G 然后我们看纯音 这个纯音本身 它读B 是不送气的 所以我们读G D A G 我们再来读一下 D A G G D A G D A G G 这是可以分析的 这个G Bledag Bledag 是做的 意思 那么Bledag 是一个 粗粗的观察 这个意思 The B 是细细的观察 的意思 就是先粗粗的观察 再细细的观察 Bledag 是粗粗的观察 De Bledag 是细细的观察 我现在说的是古藏语 然后呢 在现代 现代藏语 Lasar话当中 它读成 D A G 从Bledag De Bledag 变成D A G 我们继续往下看 心脏 叫Ning Ning Ning 那么这个心脏 这个Ning 比如说心经 心经的那个心经 也叫做Ning Bo 对吧 Ning Bo 就是 Shera Di Paroduchin Ning Bo Ning Bo 就是心经 所以有的人 他说 心经是一种 关于心灵的 这个经典 这是错误的观念 因为心经的那个心 不是那个心灵的心 而是心脏的心 它指的不是 那个人的心灵 而是指呢 这个 波尔经 大波尔经的这个 精髓的这个心药 的这个心 不是指心灵的心 所以这个Ning Bo 它是心脏的那个心 而不是心智的心 这个汉语当中 这个心灵和心脏 都用一个心字 但是其他的语言 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这个 汉语里面 心灵叫做Yi 然后心脏叫Ning 范语也是一样 范语的话 心灵叫Manus 心脏叫做Herdaya 英语也是不一样 英语里面 一个叫Mind 一个叫Heart 对吧 都是不一样的 一定要分清楚了 然后血压 叫做插卸 插卸 对 它是血 卸是压力 毛病 问题 叫做Gun G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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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躺这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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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好 G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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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读五调 Gun Gun 或者是Gun G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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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呢 叫做Gun Gun Gun 人体各部位的名称 大家跟我念一下 身体 这是 这是 进 进语叫做 鼠波 鼠波 这个心经里面 那个就是色不一空 那个色也是用了 这个子书 如果是平常语 叫做 铝波 下半身 叫做 Kome 上半身 叫做 Kode Kode Made 是下 对 是上 然后呢 头 叫做 Go 鼻子 叫做 Nan Nan 脖子 叫做 G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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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 肩膀 叫做 Xa 巴 注意啊 这个 也是下 加 日 对吧 下 加了 日 就读 卷舌 音 知 或者 吃 然后 G字 是 P P 是送气 的 所以读 Xa Xa 巴 然后呢 耳朵 叫 N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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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在古藏文里面呢 这个Nawa 这个Wa是没有的 就是Nan 但是呢 古藏文它是 可以分别鼻和耳 一个鼻子叫Sna 耳朵叫Rena 那后来呢 这个S和的都丢失了 那么它导致呢 Nan 那本身是古卓音第三组 对吧 古卓音第三组是Mana 还有这个 还有一个这个Nan 再加上一个Nan 那么它 这个前缀脱落了 S和的脱落了 那么脱落了以后呢 这个Nan 变成了高调 古卓音第三组 在前上加字读高调 那么这个时候Sna 和的Nan 就都读Nan了 那就会混淆 鼻子和耳朵分不清楚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就 这个后来的藏主人 就在Lana 耳朵后面加一个Ba 这个Ba 这个Ba 后来演变成Wa 所以呢 鼻子是Na 耳朵是Na 就是这么来的 是这样来的 所以大家跟我再来读言 鼻 Na 耳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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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区分只出现在 白话文里 文言文当中 因为它都是写 直接就是拼写是不一样的 发音是一样 变成同音字了 就是我们汉语当中 也出现过这种情形 其实这个跟藏语 没有什么关系 那我就补充一下 就是比如说 我们本来这个 汉语的上古音里面呢 它这个手和手 这两个字 它的发音是不一样的 在最古老的汉语 这两个音是不一样的 那么后来呢 这两个音变成一样了 那么本来比如说 古代的一个皇帝 他说斩手 那么下面的人就很紧张了 是要把他的手砍掉 还是把他头砍掉呢 这是差别非常大的事情 对吧 手砍掉了 这个人还能活 头砍掉的人就死了 所以呢 斩手斩手 就会变成同音子 那么这个时候 就会给人造成很大的困难 那因为这个手和手 变成同音以后呢 这个手后来就变成了头 就变成了砍头 或者斩手 所以到后来的汉语 这个我们就说 就说头而不说手了 但是在古汉语当中 我们从来不说头 我们说的都是手 对吧 这是一个题外话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手 喇叭 喇叭 然后敬语是掐 掐 那么心是拧 好 腰是 掐 肺是 落蛙 落蛙 臀部是 肌锅 其实是要重组一下 筋锅 筋锅 这个 挪上来 筋锅 然后干呢 亲巴 腿刚 巴 胃 坡 拖蛙 拖蛙 眼 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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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肠 然后呢 主要的疾病的名称 那么头痛病是 国内 国内 感冒 腔疤 肺病 落内 发烧 发烧 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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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脏病 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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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原反应 风湿性关节 这是在西藏很多老人都有的病 胃病 高血压 肺结核 长眼 传染病 咳嗽 结核病 或者也有的人会翻译成慢性病 就是 在拉萨口译之内 如果去查 他会告诉你就是慢性病的意思 然后呢 拉丁也就是胃格 或者拉格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去书本69页300页 都有讲解的 那么拉丁呢 他有 表示动作的地点时间 方向目的以及对象 那么 在上语当中叫做拉丁 大家跟我读一下 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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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面语一共有七个形式 口语 只有两个形式 只有两个形式 就是说 瓷格音节 有后加字 这时候 加拉 没有后加字的时候 加拉 直接加拉 后加字是阿 把阿改成 阿 好像他们是以文字为中心来讲 但是我是以什么为中心来讲 我是以古藏语 古藏语的发音来讲的 那么我就可以重新的去分析他 也就是说 古藏语 古藏语如果说是 有 有这个 就是说 如果是有这个 辅音韵尾 有辅音韵尾 那么他就加一个 拉 如果没有辅音韵尾 就加一个 日 没有辅音韵尾 又可以分两个情况 对吧 一个是没有后加字 没后加的情况 还有一个呢 是 这个后加 后加阿的情况 就是这样分析 我跟他的分析是不一样的 但结果是一样 但我的这种分析是更加科学的 因为我们昨天说过了 后加字阿是不发音的 对吧 为什么 原因是为什么 我们去看昨天的课的录像 那我们看一下 他去拉萨了 但是因为就是说 你在现在藏语当中 你可以把它都说成了 是可以的 比如说 空拉萨尔庆首 你也可以说 空拉萨尔庆首 都可以的 大家跟我读一下吧 空拉萨尔庆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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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拉萨尔是没有后加字的情况 所以直接加萨尔庆首 那么北京是有一个呐的 所以他就加一个呐 空北京拉萨尔庆首 空北京拉萨尔庆首 什么情态告诉我 自控未来是 对自控的未来是 自控的将来 因为学习是我可以控制的 我想学习就学 我不想学就不学 这跟我病好不好 我病想让它好 它也不一定能好 对吧 所以我病好了 我要学习呢 一个是赢 一个是赢 是有区别的 那么 就是学习 那么它也是一个 配三架的动词 就是它可以带三个东西 也就是说 学习的人 学的人 还有呢 被学的人 被学的人 以及呢 学的东西 对吧 学的东西 那么这个当中呢 学的人 是用作格 对吧 被学的人呢 是用畏格 被学的人用畏格 学的东西呢 用灵格 那么我向他们学习 我是一作格出现的 空错 这个是畏格出现的 作格 畏格 这里没有出现 这个学的东西 那比如说 我向他们学习 藏语 那就是说 我向他们学习藏语 我向扎西学习 大家跟我念一下 你也扎西拉 露中切记音 你也扎西拉 露中切记音 好 我们热爱祖国 那么祖国叫做 美阶 美阶 那么热爱呢 叫做 嘎贤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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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说过了 喜欢一个人 这个喜欢的人 是要以畏格出现的 那么祖国也是要用畏格 那么 喜欢的人呢 是以这个 作格出现的 但如果你是 我喜欢你 那我是灵格 对吧 这个时候是 我喜欢你 因为这个嘎 它是主语是灵格的 但是如果你要变成嘎咸且 那你就出现了且 这个且就集物了 集物了以后 主语就变成作格了 我热爱祖国 我们热爱祖国 然后我们看一下副词 副词呢不算特别多 我们看一下常用的一些副词 这边标调标错了 这个是写杂 腾再给我读一下 写杂 写杂 非常 哈江 哈江 这个要改掉 是踏雀 踏雀 要连读 不能连读的 非常 绝顶的 急的 Dema Ci Be Dema Ci Be 然后 快 然 然 然 快 然 然 敏度 然 敏度 啊 啊 杂呢可以放在前面或者后面都可以啊 啊 那么今天的天气很好 Ti Ring Nam Si Yang Nam Si Shedza Du Ti Ring Nam Si Yang Nam Si Shedza Du Ti Ring Nam Si Shedza Yang Gu Du Ti Ring Nam Si Shedza Yang Gu Du 那位老师的经验很丰富 经验呢叫做 Nyam Yang Yang Nam Si Shedza Yorui Yorui 是一个存在动词啊 存在动词啊 我们继续往下啊 那么 Hajang一定要放在形容词前面 Dema Si Ban 也要放在形容词前面 那么呢 啊 这个北方草原 非常的辽阔 北方的草原呢 我们读一下啊 Changgi Zatang Changgi Zatang Changgi Zatang 可以缩写 变成什么呢 变成 Changtang Changtang就是所谓的 Changtang 对吧 Changtang 草原 Changtang就来自于 Changtang 啊 那么Changtang的原来 就Changgi Zatang Chang是北 对吧 Chang Yi是德 Changtang 今天的电影好看极了 然后呢 然后呢 好看极了 今天电影好看极了 那么这个 这个标调改一下 还有然放在形容词后面 然主用于否定句 这间房子太大了 这边标调都不对 这边是 这样标 我们看一下 这间标调的电影不好看 不太好看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 修饰一些动词的副词 一个个读吧 向上 山 上下 马 向那边 趴 比如说波罗蜜多 趴庆就是到那边去 因为波罗蜜多就是到底暗的意思 那么这个 为什么有那么多日结尾的词 这个你还不知道吗 日就是魏格呀 灵运违没有福音运违的时候 这个魏格以日的形式出现 对吧 实际上是从魏格来的 像这边 经常大板 即使平常 刚才 躺的 所以这个第一个字 会多一个鼻音语尾 这是来自于 勒 勒会在前面一个音节 贴一个鼻音的 然后当初起初 托吗 托吗 马上立即 浪丧 以后 解慢 比如说再见 叫 解慢 解勇 好 末后末尾 一块一起 亮度 完全 全是 净是 虾大 一定 点点 再又 两点 才 洗呢 洗呢 一定 引记 免记 到处都是 卡萨卡拉 上来 牙儿涌 比如说 你家住在楼上 然后你要请人家上楼 就是说 牙儿配当 牙儿配当 下去 马尔着 马尔着 过去 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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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也是波罗蜜多 也是一个佛教的诗语 过来 出涌 出涌 经常学习 大板 落 中 切 经常 锻炼 这边标调 对不对 南云内 这是应该是三调 南云内 南云内 中 打 切 中 打 是锻炼 是 不用 不知道 然后呢 刚才就走了 然后 起初团结的好 这个改成 降调吧 这个 很多人以为 是从汉语音译的 实际上不是 吞 是这个相互 鸡是连结 所以叫团结 是一个藏语词 团结的 五藏语白语 是 马上就来 以后去 以后去 解 马上就离音 那在后面 这里我们注意啊 这个是这个字啊 这个字就是这个 我们转写成这一句的 这个字以及这个字 这个是古卓音第几组啊 第二组 对第二组 那凡是古卓音第二组 古卓音只有这两个字 侠和杀 那古卓音第二组 带前上加字呢 它的表现跟轻音一样 直接把前上加字忽略 就可以了 当做它不存在就可以了 但是它仍然是卓音 它不是轻音 所以它仍然读低调 这是因为前提后书 后字读二调 对吧 这个规律 一起走吧 并完全好了 全是藏族 一定来 这句我们一定要记住 请再说一遍 因为我们大西藏 我们经常听不懂他们说什么 那我们要让他再说一遍 那就要说 养鸟儿送的 这个养鸟儿古音是 养鸟儿 然后这个鸟儿都丢掉了 变成养鸟儿送的 才知道 一定去 一定去 到处找了 卡斯卡拉切巴银 卡斯卡拉切巴银 今天我们的课到此结束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对吧 好 老师 请问 有一个关于灵格的问题 它是不是不像位格和坐格一样 有一个标志性的 一个东西 为什么它叫灵格呢 就是因为它没有任何的标记 所以我们才叫它灵格 就是说 如果一个动词 它可以接一个 没有任何标记的名词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这个动词 接一个灵格 但我们如果学过梵语 或者学过德语之类的这种语言 或者是欧洲的拉丁语 希腊语 那我们是不会遇到什么灵格 这样的东西的 那它只存在于像藏语这样的语言 就是说 如果一个名词后面 一个名词出现在一个句子中 而且这个名词后面 没有任何的著词 既没有底 也没有这个 什么格都没有 那么它就是灵格 还有问题吗 那在托尔纳德里那个书当中呢 就是这个作格 作格是写一个E 对吧 然后灵格写一个A 这个位格呢 写一个D 这个A A是代表这个 灵格 E代表作格 D代表位格 是这样来标记的 好 还有问题吗 好 没有问题的话 今天我们的课结束 那我们下一周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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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